怎麼樣 真不會不爽 不會寫段子 不要寫啊 我百分之百可以跟大家講 美式的脫口秀ROAST 通常都找演藝人物 只有台灣 找政治人物 算了 沒有人會去拿人家家人的東西出來講啦 XX啊 不然你要不要去問賴清德 他兒子在哪裡 你要不要去問羅智正 XX上次跟助理XX的時候 老婆怎麼想 你嚇流到沒有哏了 拿人家家人 這個我不能接受 曾伯恩有種在講講看鄭楠榮的笑話啊 你再問問看全熟伴熟啊 熟度多少啊 看你敢不敢 曾伯恩就是欺負藍迪跟非綠營以外的 這些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如果先問我 我跟你講 尖哥前一天我就敢逛 來來來來 這個是真的沒有底線 他們才不在乎你一輩子身賣名裂 他們只在乎錢啊 你看曾伯恩賺的錢開不開心 曾伯恩你就是爛 你的罐子爛 你的笑話爛 而且你根本就是賣給塔綠斑 龍界線啊 我們千券萬券 你為什麼要像曾伯恩的演上咧 這個爛節目 媽咪 你早跟我們講 我一定會跟你講說你去 你去嗎 跳到淡水河都可以 都不要去上那爛節目啊 那個因為當時他是提到黃世堅柯P 還有那個學姐嘛 然後來找我們是 我說OK啊 就是說你 我找人跟他談 那就約了就去了 約了就去了 看有沒有分你營收的一半啊 沒有 我聽他們講營收蠻高的 對啊營收超高好不好 我跟你講可能賺幾千萬有耶 那個現場那一天賣的 就線上賣 因為前面我看他們一排 前面是一張票是4500嘛 對啊 那第二排那邊好像2400多 對 還是2700多 那後面還有開放一些戰票 幹他有開放戰票喔 幹你還媽野機車喔 這個真的是都秒殺啦 然後台南場 因為很多朋友要看就是說 一開放就秒殺 他就各縣市的一些戲院 他還有開放 就網路嘛 就是直播啦 就等於是直播 那我 我是聽人家跟我講說 他們光是那一百分鐘喔 的票就賣了 一兩千萬 一兩千萬至少啦 保守估計啦 還不包含外面賣那個電影院 那邊那邊還轉播 應該有吧 應該有 因為他那邊 沒有 也不是能找很多人啦 那個場地在伊伊電視你去過嘛 有我知道啊 那是一個大概400人的棚啦 沒有他有位置就600個 喔 有位置的大概就600個 那後面加上戰票 大概頂多800個 所以 所以他的那個 利潤沒有跟你對分就對了 你反正就他媽拿通告費 有給嗎 有吧 幾萬塊吧 幾萬塊咧 不是我在說 我已經連幹這個節目好幾天了 我的意思說 這原來在美國 Comedy Central 有這個節目叫Roast Rose的大部分都找演藝圈的 那這一次呢 就是堅哥 我還是要講啦 堅哥 您審主任是不會審核 是不是 把堅哥給賣了 因為 有王世堅才會 我才會 對嘛 不是 他就用王世堅 他先騙到王世堅 然後再把其他人通通都撸過去 我真心這樣講 沒關係龍介先有 有這個格調不講 他媽你講Rose的 拿人家家人來開玩笑 你媽 激X爛透了 怎麼樣 真不會不爽 你他媽不會寫段子 不要寫啊 你們阿嬤咧 我真的是 這個 我感覺不行啦 我這邊要幫你出口氣 對啊 他們今天有來回了啦 嗯 他也有一個 就是說 因為事先 敲是沒有嘛 不是 Rose的任何國家的 都是現當事人 譬如說 您 社長跟他講 啊 兩人 監督你一人啊 所以台南感覺很符 這都OK 個人做事 個人單 你下流到 沒有梗了 拿人家家人 這個我不能接受 阿嬤今天做事 我跟台北 你明天你來怎麼做 阿嬤來回啊 你知道嘛 那我們對這種事就是說 喔 你有公開 來跟我們討論 我說 我不會跟你談這樣 因為 這是一個事實 如果我今天是政治怎麼弄 喔 我會先想 但是 對啊 我負責嘛 我們跟你之前 喔 是沒有嘛 阿嬤 我說沒關係啦 就過了 喔 過了 阿嬤有這個生意 就好了 嗯 要知道 什麼生意 我跟妳說 沒有啦 曾博恩就是 利用你們 發大財 賺大錢 然後像 王世堅啦 韓國瑜啦 學姐 這一桿政治人物 我都講得很簡單 你他媽去賣你的臉 丟你的臉 讓曾博恩賺大錢 然後最後 龍介先生說 他們派人來按賴我一下 各位 那是龍介先生好說話 你媽 你動我家人 來給我按賴一下 那錢退給我啊 幾千萬 你通通退嘛 也沒有 人就是賺錢 我還是要講 商業啦 確定啦 我這樣講 我百分之百 可以跟大家講 美式的脫口秀 ROAST 通常都找 演藝人物 演藝圈呢 他通常都找那種 自視甚高的 那反正 他知道他是演藝人員 他需要接受這個 只有台灣找政治任務 也就算了 好像第一次吧 不只 沒有人會去拿人家家人的東西 出來講啦 XX 不然你要不要去問賴清德 他兒子在哪裡 你要不要講 你要不要去問羅智正 他媽上次跟助理性交的時候 老婆怎麼講 我們基本上 羅智正那種事情 都算他自己啦 搞到最後 我真心覺得 這個東西 我很有意見 不是因為博恩賺大錢 有意見 而是底下那些 絕情去聽得 我跟妳講 都是白痴 為什麼說都是白痴 上一次媽還在那邊演 說啊我剛好用到那個 韓國瑜的電話啦 啊你還來嗎 韓國瑜說好 搞了半天 一查競選公報 他媽 韓國瑜出錢 去買出席 出的還比蔡英文多 那你媽這些底下的絕情是白痴是不是 人家拿了韓國瑜錢給你自入 你在底下 呵呵呵呵呵呵呵 笑呵呵呵呵呵呵呵 講白了 我個人對這個有意見 沒關係 謝龍介可能覺得 算了 我是這樣吼 你說叫我們出錢去弄這個 我是 我說不會做就有事了 對啊 不會自助啊 因為以前去館長那裡也是 跟他們說去館長那裡 我說沒有 他們告訴我們 館長那裡 沒有在收這個錢 我別人我不知道 我就沒有 對啊 所以這就是大家要 很健康的心態來交流 譬如說今天到豬大這邊 對不對 他的人就是這樣 要跟我們收聽 人也知道 你說我今天我也知道 我這麼錢就付給律師就好了 對啊 所以我要做這個事 當然我要先尊重律師 我跟律師說 我說要先尊重律師 你是要繼續聽的 嗯 但是我們這裡的錢 就是 夢幼在這個平台館 主打和所有的夢幼 都很關心 這些 大北門區這些人 他們如果有委屈 我說我們這樣做好不好 嗯 他說好 他又告訴我 我們那個律師說 沒關係 如果不夠我跟他收聽 你看 你看 我們聽到 他也是讓我們感動到 對啊 他做律師比較要這樣說 對不對 我最有講啦 坦白說 曾博恩這一次 這些政治人物區 就騙這一次的 沒有下一次的 你敢不敢 你不要再跟我講 他媽以為我不懂美式文化喔 那雞巴我看過的美式脫遊秀 搞不好比曾博恩還多咧 然後跟我講說 這是沒有底線的 沒有事情不可以談 媽媽 曾博恩有種 在講講看 鄭南榮的笑話啊 你再問問看全熟半熟啊 熟度多少啊 看你敢不敢 曾博恩就是欺負藍營跟非綠營以外的這些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如果先問我 我跟你講 尖閣前一天我就跟你講 你不要去 這個是真的沒有底線 他們才不在乎你一輩子身敗名裂 他們只在乎錢啊 你看曾博恩賺的錢開不開心 開心 我的立場 我的立場 就是爛 曾博恩你就是爛 你的段子爛 你的笑話爛 而且你根本就是賣給塔綠班 讓謝龍介被羞辱 然後讓王世堅被羞辱 柯文哲被羞辱 這些笨蛋 我剛忽然想起來 柯文哲 他就是欺負藍白給綠的看 我 有一個段子是 我要虧王世堅 我們會教會 你會跟他講啊 正常人都這樣子 王世堅說 他有回就要跟我們賣 他說 那個董事人什麼狀況 我說OK 你小時候說 OK 拿掉 對不對 對啊 先照會 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今天如果要攻擊你 我就不會假裝說我在說笑話 媽我每次罵羅智正跟女助理性交 我會說不好意思這個笑話嗎 不是啊 你就是有問題嘛 王八千跟人家去住那個八千塊房 我會說這是個笑話嗎 我不是 我要罵人我就罵人 我不會包裝成脫口秀 然後還借這個賺大錢 老子救他媽賺錢 絕不會拐個彎抹個腳 就這麼簡單啊 真是的 算了我們講到這裡啊 那不要多講 希望以後所有政治人物有大腦的 不要再去幫朕博恩賺錢了 呵呵呵呵 欸我跟你講啊 媽高嘉瑜還說 欸朕博恩有邀請我 你覺得我要不要去 我說你他媽有病是不是 你去了 我保證他從頭到尾講你八倍 那個林秉書打 講到你倒來地上不能動好不好 真是的 我覺得你就不要說 什麼一旦讓人同情 少年就不存在 那你繼續講 鄭南榮全熟伴手啊 不要道歉嘛 不要道歉啊 是不是 那一樣料哈 這邊我要補充一下 我以前有一個認識的網友 還問我說 欸 你要不要去上那個狗屎寫手 去讓人家 你就念他們寫的那個段子 我說我他媽的 比那些人都聰明嗎 一百萬倍啊 他媽我要念你寫的段子 幹你娘等你去再投胎吧 他說可是這樣就不好笑 臭媽智商差那麼多 我的段子他們不會寫 你不要嚇死了啦 你的台語的段子 聽說是當天最精彩 待會我還在呼籲喔 不要再給博恩賺錢啊 曾博恩從上一次韓國瑜 兩邊騙 笨蛋韓粉說 喔 曾博恩你不錯喔 喔 你奉勻我們 韓國瑜的國瑜啊 喔 他很讚的 給人家看 本來就是 讓人笑到要死 又掉了更多年輕人的票 還幫曾博恩充流量 我建議各位啦 你們如果聰明一點 就不要再去讓曾博恩賺錢了 讓他只賺自己塔綠班的錢 開心好不好 真是死的 唉 我要這樣講 各位 但是沒有想到我們 到處罵人 竟然直接被賴清德 在台中的向黨員報告裡面 指出來一定啊 網紅館長陳之漢 宅陳朱學恆 一天到晚罵執政黨 卻有幾十萬人聽直播 影響太大 龍介賢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媽 我連到了別黨他媽的 向黨員報告的會議裡面 我都被檢討 幹有沒有哪一國沒有在檢討我的 他檢討 然後他說要提告 他叫 提告啊 來啊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他那位朋友 大概他的訊息來源 太偏窄了 不過我想賴清德不會 第一個不會提告你 他還會 對你有三分敬意 為什麼 他說他最痛 生物痛絕就是黑道 然後有人講說 他當時在那邊 因為怎麼樣被黑道 那個故事大概很多人 都沒有實際理解 李全教的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 他被三個 等等 那個故事最好笑的 不好意思我比較沒 沒人性 你先講 當年這個 賴清德還是立委 對吧 那時候是立委 他在台南呢 就看到三個阿弟仔 在街上好像就穿越馬路 賴神就這一個很強烈啊 說欸 你不要啦 不要穿越馬路 很危險耶 三個阿弟仔 超起棍子 他媽把他毒打一頓 打到中華民國立法委員賴清德 要打到送醫院 我聽的是 沒有拿東西的啊 就徒手都把他打到送醫院喔 阿皮仔可能有回來 他也不是過馬路 就是說他們是開車 嗯 那我們開車要順向的話 就是要往右邊停 那條是單行道 對 那他們好像是逆向就這樣停 你看我連故事都記錯了 是逆向行車 那這樣停了以後呢 他就說 你年輕的你看 車這樣開得很適合 勸告了一下 很適合就很適合 輕一下 可能不認識 不認識 他就等他們住在那附近而已 嗯 對 來 這上來年輕人 以前是要去買手機了 對 他就在那個手機店 嗯 手機店 然後他 結果他出來的時候 又看到 欸 又看到他什麼 還在啊 講我耶 他就進到手機店裡面 他說 我跟你說 你搖開車嗎 嗯 第二次 剛才是不是唐三丈阿 媽就睡一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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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跟著他那個秘書 就被解職了 為什麼沒有忠心互主 被打兩下也好 對都沒有他就走了 他就在旁邊 沒有沒有沒有 最後因為打一陣子他有講說 那個立委你打的 這個太沒有用了吧各位 我是聽他們告訴我 因為後來他有去 那三個人有找了很多人 希望跟他和解 中華民國立委被你打住院 你要怎麼和解 對後來 地檢署好像是用了殺人未遂起訴 對 那後來有一個是被通緝 那三個人 所以 就是因為這樣 他說他對黑金 生物痛絕 當然因為我們了解很多事 所以我 我認為你對黑金這樣開幹 賴清德應該會對你有幾分的敬重 他不會告你 因為你是 他還有被打過還沒有 你是 他要剷除黑金 你是等於站在他的立場上 所以在批判黑金 所以他怎麼會告你呢 他不會告你 沒有我這樣講 我的看法很簡單啦 融解些又把人家故事拿出來再酸了一遍 但我的意思是說 各位 他媽看我長這個死樣子 我既不帥 奶也不大 身材也不好 也沒有在那邊媽 領二搖 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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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知的歌 記錯了 為什麼多人看 為什麼大家願意看 是因為我們講的是正確合理的事情 那民進黨做不對了 只有那些被三明治洗腦的人 才會覺得說 哎呀朱玄燈館長亂講 那我們這樣講 你說我是匪諜 你說我是中共同路人 你說我是中共共鳴者 你說我收中共的錢 來抓呀 笑你不敢 你媽B就只敢抹黑別人 你們國安局是死人 我在那邊 當眾 你當眾在那邊講說 我收中共錢 來抓 好不好 你收中共錢 如果是反那個 反滲透法 啊怎麼沒抓 怎麼還是讓我抖著奶 在那邊直播 我這樣講啊 你們那些老招 我們都看多了